这是一颗重达10吨重的陨石 闪着耀眼的光芒向地球靠近 于2020年12月23号坠落在我国青海省境内 有人说这是宇宙快递给中国的礼物 但是我们根据常识也知道 陨石降落地球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么这块陨石究竟价值几何 值得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呢 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方便收看最新内容 感谢支持 我们经常提到的陨石也叫陨星 是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宇宙流星 或者是其他行星表面 由于在滑行中没有燃尽的石质 所以会降落在地球上 听到陨石降落 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关心 有没有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好在青海这次没有遭受到什么毁灭性的打击 陨石降落的位置很刁钻 正好在人烟稀少的地界 几年前的俄罗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位天外来客给俄罗斯的居民 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一时间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而随着地球的发展成长时追溯 远古时期的恐龙的灭绝 都可能与陨石撞击脱不了干系 曾经就有科学家提出过猜想 当年极有可能是一颗偏离轨道的小行星 与地球发生了碰撞 才导致统治地球几亿年的恐龙彻底灭亡 当然猜想只能是猜想 毕竟人类的存在对于茫茫宇宙来说 就是一粒细小的尘埃 但是从之前发生的种种不难看出 陨石的降落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所以着手研究这些问题 成为了科学家们的任务 有网友曾经拍摄到青海陨石坠落的画面 视频中 天空中划过一个明亮的火球 那一颗宛如白昼 陨石携带着耀眼的光芒 黑夜好似白天一样光明 当时就有官方媒体爆出 这是一颗很特殊的陨石 其实陨石砸中人类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虽然我们的生活空间里到处都是人 但是这也只占据了整个地球 陆地部分的83% 而陆地的面积也仅占地球的29%而已 从宇航员在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来看 地球是一个深蓝色为主的球体 主要以海洋为主 所以地球有三分陆地 七分海洋的说法 即使陨石落在地球上 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也不到30% 况且全球一共有70亿人口 所以屏幕前的你被砸中的几率 是71分之一 如果你真的是陨石选择的天命之子 那记得被砸完以后 赶紧去天堂买个彩票 开个玩笑 青海的这颗陨石在飞行时 是以一定的角度切入大气层 所以造成的冲击就会小很多 这波操作也不稀奇 人类的飞船返回陆地时 为了减少冲击 也会反复选择最佳的角度切入大气层 由于大气层的保护 很多陨石在降落陆地之前 由于高温就已经燃烧殆尽了 所以一颗总重10吨的陨石 平安地来到地球 是一个很罕见的场景 这也意味着 这颗陨石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国家 来向我们讨要了 或许它能够帮助我们探索更多的 未解之谜 这是一颗突然造访的天外来客 严谨的中国人 开始对这颗特殊陨石展开研究 形象一点可以参照我们现在的防疫措施 我们需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通过什么方式来的 曾经经过了哪里 通过对这种已有案例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研究出来的结果 作为一个标本 一个比较可靠的依据 如果今后又有那颗陨石坠落 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 判断降落地点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改变它的行动轨迹 这是好处之一 同时陨石还被分为三种类别 石陨石 铁陨石 石铁陨石 不同的陨石中物质含量也不同 有些物质甚至是地球上 罕见的稀有物质和矿物质 这些都可以用来 弥补地球上稀缺的资源 也能为地球寻找新能源 提供新的思路 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 曾经花费数年才登上月球 带回了少量土壤 如今中国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这可不就是上天恩赐的礼物吗 总之陨石研究的好处真是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解锁宇宙密码的钥匙 哪怕能够探测到 这颗陨石中的10%的奥秘 对人类的意义也是相当重大的 说句题外话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流星 就是小型陨石 所以对着流星许愿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做人嘛 还是要浪漫一点 下次遇见流星的时候 希望它能保佑中国 能够顺利地进行相关探索 让我们一起期待和见证 我们国家对于宇宙这一领域的 卓越贡献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期视频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那么 下次再见